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两个月前我们开始做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耶稣的主吐文 主吐文在圣经的哪里可以找到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耶稣的登山部分当中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和我们讲论的是 《祷告与生命》 我们可以用三点来总结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信息 不要假冒为善的人 这样去祷告与生活 不要像爱邦人 那般祷告与生活 还有点是正面的 要像天父儿女 一般去祷告与生活 我们将它图像化的时候 变成三种祷告两种的生命 我们想通过主吐文这个系列 去建立或者重建 一个合乎圣经的 祷告生活 在我们讲到系列的头两篇 如果你记得 我们有一个罪 那个罪有两篇道叫做 《请开我们祷告的眼睛》 一和二 在这两篇道里面 我们学习到基督图 祷告的两个根基 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根基 第一个根基是 开恩怜悯 我这个罪人 第二个根基是 到我祈求天上的事情 听完那个系列的引言之后 我们正式进入主吐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祈祷主吐文的时候 记得要戴上一顶犹太人的帽 就是要用旧约的圣经 来帮助我们明白 新约里面的土文 正如我之前所说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 一个中心的犹太人 当你读到这一句 土文的时候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放肯带我们回到旧约里面 四幅极其重要的图画 这四幅图画分别是 出埃及记的 第20章 第三条的界明 十界里面的第三条界明 第二幅图画是 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 圣灾圣灾圣灾上帝的名字 第三个图画是 生命记第六章里面 最大的界明 以色列人 你要听上帝 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我们要怎样全心去爱他 今天我们来到 最后一幅的图画 也是最丰富的一幅图画 我们要去看 出埃及记第34章 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 我们听到上帝耶和华的声明 今次不是一些天使在歌颂上帝 而是上帝自己出声 去宣告他自己的名字 而且他宣告的时候 不是一次 是连续两次 耶和华 耶和华重复的宣告 今天我想带你去看 这两节的圣经 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 和第7节 上帝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声明 耶和华 有怜悯 有恩慈的上帝 不兴而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 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业过犯罪恶 万不已有罪的 唯无罪必惩戒 罚人的罪 直到三四代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我们要问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两次重复耶和华 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上帝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要重复耶和华 第二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 你有没有留意 在我们教会里面 教徒经常都会说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但我们要问 究竟上帝在说他是丰盛 慈爱和信实的化身 究竟这些慈爱和信实是什么 第二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 为什么要两次讲耶和华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慈爱信实 第三条问题 为什么说完第六节之后 要加插第七节 尤其是说到必惩罚那些人的罪 去到第三 第四代 你要回答这三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回到出埃及忌的世界 今天我们煮的不是即食面 所以当你读着这个故事 当你听着我这篇的时候 我想你不要心急 不要心急 整天都问 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如何去应用 我想你戴上一顶犹太母 我想你和我一起时光穿梭 回到三千四百多年前的古埃及 一起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去经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东西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世界 问究竟这件事 圣经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问出埃及忌 是关于什么 简单来说 出埃及忌就是从奴役 通过拯救 最后进入敬拜 这个拯救是通过如月节的 高阳 最后敬拜的是敬拜 为我们预备如月节高阳的 那个耶和华 故事开始的时候 在埃及的奴役 故事的结束 在帐幕里面敬拜 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平时 看出埃及记 看到第二十章就睡了觉 因为没办法再看下去 后面讲的所有东西 都是跟这个帐幕有关系 太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 但是出埃及记的高潮 最终的结局在哪里 在帐幕 由埃及开始 在帐幕 结束 这个是出埃及记的大图话 现而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里面 有一只人叫做金牛族 这个金牛族的出现 取代了如月高阳的位置 这个金牛族不单止防外了故事的进展 这个金牛族甚至可以说是威胁要粉碎之前三十一章 你会发现出埃及记的下半部 第二十章开始之后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帐幕 围绕着这个帐幕所写的帐幕的建造 判断的第二十五章至三十一章 讲这个什么 圣索帐幕建造的规格 讲着规格而已 挖着蓝图而已 去到第三十五章至四十章 讲到圣索帐幕的建造最后完成 中间夹着了什么 第三十二章到第三十四章 就是金牛族的故事 长篇大论讲这个帐幕 这个帐幕有什么这么厉害 这个帐幕不是一个敬拜的场所 这个帐幕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代表了在堕落世界里面的一个新创造 如果你有看过《魔性五经》 你有看过《创世纪》 上帝起初创造这个世界是多漂亮 多完美 多美丽 但是这个创造堕落了 现在这个帐幕是什么呢 这个帐幕是在堕落世界里面的一个新的创造 这个帐幕是天地之间的独一门户 有一道门 天地之间有一道门 这个帐幕是罪人回家的唯一的途径 你开始明白 这个不是公理堂的前身 这个不是 哇 很多人之前没有我们公理堂 做得这么漂亮 所以随便整个会幕 整个帐幕 不是 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回家的途径 天地之间独一的门户 这个故事 讲到这里 带我们回去看金牛族的故事 金牛族的出现 成为了帐幕建造的一个路障 金牛族的出现 成为了上帝救赎计划的大敌 再及记第32章 你记得一个故事 是摩西上了西内山 上山去领受上帝给他们的十戒 当摩西在上面迟迟不下来的时候 下面的人很不信 他说摩西去了哪里 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他死了 不下地那怎么办 于是 他们叫亚伦帮他们 做另一个金牛族 在《阿弦记》第32章第三章 重大胜就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用帽子索造他 把他铸成一头牛族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 严格来说 金牛族就不是那个神明 金牛族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 当时的人相信神明是天上的 但是在地上你可以做一个金牛族 或者做一些其他东西 是代表了神明在地上的 可能是这个神明在地上的一个座架来的 但是惊人的地方 当他们完成了这个金牛族的时候 他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 我固住 固住是什么呢 是福数来的 你看你的中文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看你的英文或者看原文的时候 很清楚 突然间 耶和华变成了众数 耶和华变成了众多的神明 众体合一的神明 很奇怪的一件事 对于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恐怖故事的开始 第35节 阿伦汉健就在牛族面前建筑坛 阿伦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首节 次日清神百姓起来献还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海起来玩乐 表面上 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的上帝 甚至他们很开心去做什么 去敬拜 他们正在预备去敬拜耶和华 他们祝福 他们守节 守哪个节 守耶和华的节 他不是守其他人的节 他守耶和华的节 他们献祭 献凡祭 献平安祭 他们吃喝 吃喝是好东西 吃喝是跟上帝有个纳约的言值 这些重要的词句 凡祭 吃喝 守节 祝壇 全部在献及记里面 已经出现过 是敬拜上帝 必须要有的东西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你读这两次的圣经 你说 好惨 摩西不在 他们都很想敬拜上帝 但是你继续看下去 或者你很仔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大事不妙 其中一个我们知道 大事不妙的地方 是最后那个字 换落 他们就坐下吃喝 起来换落 所以我告诉我们 换落这个词句 意味着情欲的方中 你知道吗 在古代的时候 当你去拜那些 假神偶像的时候 其中有活动 那些活动就是 情欲放纵的活动 这个讲到以色列人 他们要敬拜耶和华 但是他敬拜的方式是什么 是起来换落 大事不妙 所以你看这两次的圣经 你会发现 有一些微妙的改变 其实这些微妙的改变 都已经很明显了 之前耶和华 已经成为了众数 成为了复数 好像表面上 大家在预备去敬拜上帝 其实世界上 大家完全离开了 真正的敬拜 如果你熟 摩世五经的时候 你立刻会想起 《创世纪》第二章 第三章 那些微妙的改变 你记得《创世纪》第二章 最后一次圣经怎么写 当时夫妇以人赤身露体 并不觉得羞耻 但是跟着 到他们犯完罪之后 如何呢 二人的眼睛就开了 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现在他的赤身露体 成为了有羞耻的赤身露体 在原文 在希伯卫文里面 用了两个 Nicked的意思 Nicolas A Nicolas B 用了两个赤身露体的字眼 来代表 这两个赤身露体 其实不再一样 因为人堕落了 表面上好像没有变到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 这里表面上意识的人 预备着去敬拜 耶和华 其实他们再不认识 耶和华 他们再不是在敬拜 耶和华 于是出埃及记 第三章 是另外一个堕落的故事 仿佛带我们回去 起初一个堕落的故事 本来有的缘有情节 现在变成了一个改编了的故事 小学者告诉我们 当我们很仔细的 比较金牛族故事前后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的相同与不同 金牛族故事的前后 他们都叫上帝造谣 但是上帝已经不一样 之前是自由永有的上帝 现在成为复数的神明 在金牛族的前后 他们都是喜欢用黄金来做事 之前上帝命令他们预备好黄金 去做约柜做帐 结果他们用黄金做了一个金牛族 在之前之后 他们都足弹 之前之后 他们都献祭 之前之后 他们都首节 但是后面的首节 加了一些东西 情欲的放纵 去换洒 之前之后 都有歌唱前面是上帝带他们过红海之后 胜利的歌唱 之后他们有的是半役当中 喜乐的歌唱 我们问整个故事已经在告诉我们 知道什么 为什么故事这样急转直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留意看故事 你要发现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那里 那个神人中宝不见了 差了一件事 前面圆着的剧情里面 要有神人作中宝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中宝文就叛译 这个是我们开始看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要突出这个中宝的重要性 感恩的东西是 这个故事未完 这个故事未完 就在这个故事 发展到这个很恐怖的时候 神人摩西回来了 这个神人摩西带着 如果你记得 你的儿童主要学 带着他的十戒 两块石 带下去 他要将他们的罪业 呈现在上帝的面前 这个神人中宝摩西 从天而降 从圣山上面降下来 以至 以至什么呢 以至圣经的 没有将他们完全的灭绝 当日的以色列人 二百万人可以死了 但因为摩西的出现 他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令他们没有一次过被上帝殲灭 我们接着要看的是 摩西怎样去拯救 叛逆的以色列人 中宝摩西 使出混身的解数 他一人担当了三个的角色 去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这三个角色是什么呢 做中宝 你知道的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 做三样东西 做先知的角色 做君王的角色 做祭司的角色 于是 摩西作为一个先知 他拿着上帝的法版 十戒的法版 去彰显了他们的罪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 摩西作为一个君王的角色 他审判罪业 平报子乱 我们会读一些摩西做王 做个王的角色 最后 这个最长 整段圣经 由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 都是说摩西做一个祭司的工作 他做什么 他写身负罪 他offer他自己 他说我为他们死 当然上帝没有收到他 但是他做着一个祭司的职份 他要写身负罪 他又狠切的代求 这个是三十二章 一直去到三十四章 我想你记住 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 都是说摩西做他祭司的职份 当然我们知道 所有的一切 你已经读到这些东西 你已经知道 没有可能是摩西一个人 可以担当得起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最终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是那个完美的神人 人与上帝中间的中保 中间人 可以保住人 在上帝的面前 他是先知 他是君王 他是祭司 但是我今天 我现在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我们想回去看摩西 摩西 他在怎样履行先知 君王 祭司的职份 我们说他作为一个先知 他将法版拿到人的当中 接着我们看他怎样做君王 他怎样平乱 他怎样指 确止这个叛逆 《债及记》第32章第25节 摩西见 百姓放肆 因阿伦 纵容他们 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 就赞在盈门说 看凡属于盈和华的人 都到我者里来 于是利美人 利美人是负责什么 负责最后那个 帐幕的人 幸好利美人 没有衰到 利美人 紧守他们的光位 于是他说 聚责 利美人就聚责在他们当中 接着他做什么 他对他们说 摩西对利美人说 你们各人要 刀配在腰间 利美人不是帮他们祈祷 是利美人刀配在腰间 从这门到那门 来回走遍全盈 各人要杀自己的弟兄 轮舍和亲人 利美人照摩西的话做了 哪一天 百姓当中倒下了 若有三千 摩西扮演着君王的角色 去审判罪人 他要平乱 他要指着 这个叛逆 他说当天 若有三千人 倒下 这三千人 就不是所有的人 这三千人 大概是叛逆当中的领袖 可能是一些 去到这个时候 仍然不肯认罪悔改的人 只有三千 可能你觉得三千人很多 如果三千人是公理堂 那么就灭族 以后都没有了 但是三千人 在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因为我们知道 出埃及的时候 南丁都有六十万 加上所有人 可能是二百万 二百万人里面 只杀了三千个 可能三千个 灵魂不愿意悔改 带领叛逆的人 抵死的人 我想你想象一下 如果当日 利美人没有施行审判 没有将这些人去灭绝的时候 后果会是怎样 后果就不是死三千 后果是死 二百万 全部 要被上帝所灭绝 但是我想你记住一件事 那个危机 还没过去 如果你以为读到这种 没事了 回家了 可以敬拜上帝 不行 那个危机还没过去 于是摩世接下去 他要成为祭司 他要写身赎罪 他要狠切代求 由三十二章第三十字起 一直去到三十四章第七字 摩世都是履行他祭司的呼召 为以色列人代求 参国记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字这么说 第二天 第二天 没事了 天程 第二天天程 第二天摩世对白胜传 你们犯了大罪 还是讲之前那天 讲什么 金楼族的事情 我如今要想耶和华 你去 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 他说我现在要去赎罪 摩世回到耶和华 那里说 求你赦免 他们的罪 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 赖上 除名 摩世说我想想去帮你赎罪 怎样去赎罪 他说求上帝 杀了我 取替你们的位置 上帝有没有接纳 上帝是没有接纳到的 他没有接纳到的原因 我想有几个 第一时间没到 不是去送死 去赎罪的时候 第二 摩世没有这样的资格 可以去替人赎罪 这个故事很清晰是讲的 最终的主耶稣记录 在那天上帝没有接纳到 摩世的请求 反而他这么说 他说谁得罪我 我就要把他从我的策上 除去 他说到了 惩罚的时候 我必惩罚 他们的罪 接着 第二十五节说 耶和华降灾与百姓 因为他们和阿伦一起 做了金流族 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但是一定是很少很少 比较二百万人来说 很少 但是危机还未过去 于是我们现在进入 《Try及记》第33章 我想你记住 去到第33章的时候 金流族的故事完了吗 未 所以整个第30章 34章背景是什么 金流族 金流族还未解决 第33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世说 去 你和你的 你和你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百姓 要想到我起誓 应许之地 去加南 以上帝好像 没事了 睡了一晚 上帝好像心情漂亮了 说现在可以 去加南 去应许之地了 但我不与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 硬着颈寒的百姓 免得我在路上 反起门 灭尽什么 他说你去吧 我会派天使 帮你们开路 不过我不和你们去 所以表面上 上帝的憤怒 好像紫色作话 去吧去就算了 没事了 但是另外一个 当你去读 清晰的时候 当你很仔细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帝怎么说 他说 你和你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人 不是你和我 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人 以色列人是谁的人 是属于上帝的人 但是上帝现在不认头 所以摩西说 好啊 你带他们去 现在他们是属于你 不关我事 他再不是我的百姓 是你的百姓 然后上帝很清晰地说 我不会和他们去 你读到这个时候 你要问究竟上帝不肯和他们去 是上帝体谅不想不小心杀了你 晚上 还是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一种审判 我不会和你去 因为你的罪 要得到当受的惩罚 当受的惩罚是什么 你不能与我同在 我说你要很小心读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最终的目的 不是要一般做奴役的人 可以得自由 出埃及记最终的目的是 上帝要和他恩若中的子民同在 我要成为你的上帝 你要成为我的子民 这个是出埃及记的最终目的 如果没有了耶和华的陪伴 出了埃及又怎样呢 如果没有了耶和华的同在 入了认他们又怎样呢 有时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都说 怎样呢 没什么所谓的 只要上帝帮我搞定这件事 他不和我同在 没什么所谓 只要帮我搞定这件事 我现在来教会 都是因为我病的 只要上帝帮我医好了 医好了之后 不和我继续 我没所谓 一件还一件 你根本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奏族 他不与我们同在 他比你这一生人 觉得很酸酸服服 但是他不会和你同在 当我们说 上帝你帮我搞定这个问题 只有你和我不同 和我同在 没有什么所谓 这个完全的愚昧 摩西 立刻看穿到 这个故事的问题 于是摩西 继续和上帝说 他不可以让上帝 不如和他们和他 摩西不是要以色人自由 摩西不是要以色人 去到流奶与蜜之地 享受静下的人生 摩西要的是 要和他们同在 摩西拿一个帐篷 只搭在营外 离仍有一段距离 他称那帐篷为 会幕 之前我们要建立的一个帐篷 叫做Tabernacle 大家听过 这个会幕叫Tent of Meeting 这家庭是很小的 在出埃及记的故事 的发展里面 是要建立那个 大旧的帐篷 但是现在工程有所言 不因为金牛族的缘故 工程停顿了 现在摩西做了什么 摩西建了一个 小小的会幕 小小自己个人空间的会幕 上帝不让他们建立那个大的 摩西自己建立了一个小的 为什么他要建立这个小小的会幕 是因为他要继续祈求耶和华 直到耶和华 同意他会和他的子民一起 去应去之地 你明不明 这件事还未完 有圣教学者相信 这里讲的故事 不是一个重复的事件 所以我将最后那句 是淡化了出去 什么意思 当你读到最后那句 你说 犯求耶和华 的就要去形外的会幕瓦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很多人 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都讲到 这个是讲着灵修生命 我们与上帝的灵修 那个奥秘是什么 我记得我以前 很久之前听过一个牧师说 他说 为什么那个会幕 要有一段距离 又告诉你 灵修是要付代价的 于是你每天 你要去一个圣的地方 说你付上代价 去与上帝亲近 是个人与上帝亲近的地方 你有没有你的会幕 香港那么小 很难有一个会幕 你有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 与上帝相会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读这段圣经 但这段圣经不是在讲这件事 这段圣经在讲背后 还有一件事 有一个很大的风暴 还未止息 金牛族的故事 摩西需要这个会幕 为什么 因为摩西要坚毅的前进 祈求上帝宽恕 祈求上帝 跟他们一起去 应许之地 第33章第8节 当摩西出迎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起来 各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直至他进入的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运处就降下来 你知道 之前的运处是带领整个以色列人 现在只有摩西 只有摩西的小小的运处 这个不是讲他们亲近不亲近的问题 是上帝已经不再跟以色列人一起了 停在会幕的面前 上帝就与摩西说话 这个不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事件 不是讲你的灵修生活 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 为什么摩西要去 为什么众人要看着摩西进去 因为他们要祈求上帝通过摩西 会应允他们和他们一起进入加南 第十节 众百姓看见云柱 停在会幕的前面 都起来 各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 他们和摩西一起 等待耶和华的回答 摩西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很爽的 你看摩西是上帝的朋友 这个世界有多少是上帝的朋友 是不是上帝的朋友 因为和上帝这么亲密的东西 耶和华多喜悦摩西 但这个不是讲的灵修 是说摩西作为一个祭司 他仍然去努力的祈求 他要去那里与他的朋友 面对面的说话 为了要什么 为了要扭转 逆转 金牛族的族座 摩西继续 去和上帝斟这宗生意 摩西对上帝说 我如今约在你眼前蒙恩 上帝很明显很like 摩西 求你顾念者国事 你的子民摩西 摩西画公仔画出场 你不要说他们是我的 他们是你的 不是我的 不是我 是你 你约我 今天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顾念这个国 他们是属于 他们是你的子民 又和说 我必 亲自去 让你 安心 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亲自去 让你安心 这里的你 是单数来的 上帝讲什么呢 摩西在祈求什么呢 以色列人再回去 成为上帝的子民 上帝做什么呢 上帝扰道 逃避摩西的要求 上帝说 我必亲自去 与哪个去 与你摩西去 去哪里 去安心之地 安息之地 什么叫安息之地 应许之地 上帝扰道 不回答他的问题 上帝说 不用怕摩西 我会与你同行 你的后代 会取代以色列人 我们将他们杀死了 总之我不会和他们在一起 好了 你不想我杀他们 我不杀他们 等他们中老 等他们80岁 90岁100岁 他们都是迟了会死的 但我不会再和他们一起 但我要与你同在 我要带你和你的后代 进入应许之地 我要成为你的上帝 你要成为我的子民 摩西接不接受 不接受 于是摩西这样说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者里领上去 你不要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 来做什么 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去 现在人如何知得 我和你的百姓 他将以色列人 放回去上帝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蒙人 不要说我蒙人 我要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是蒙人 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不是我 是我与以色列人一起 我们成为了你的子民 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和地上的万民有所分别 你与以色列人同在 于是摩西继续在那里吹谷上帝 不要 不要 我不要我 我要以色列人成为你的子民 不要我 怎样去回答 第三十三章第十七节 要我对摩西说 你所说的这件事 我也会去做 OK了 因为你不相信 哇 不断吹谷我 搞得我好烦 好了 算了 你想要什么 因为 你在我眼前蒙了因 并请我按你的名 认识你 名字是很重要的动势 你不是其他人 我按住你的名字来 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圣明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不是随便去求神拜佛 我们知道耶和华 他纳约的圣明 他叫耶和华 他不是随便其中的一个上帝 这个上帝说 你在我眼前蒙了因 你所说的事情 我会去做 上帝终于同意了 摩西终于成功了 The deal is done 什么意思 出埃及记的故事可以继续 如果不是要重写的了 如果不是出埃及记 停在第三十三章 然后重写第二本书 摩西的故事 再不是以色列人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拍一套戏的时候 我简直会有上帝转向那镜头 哇 摩西好东西 摩西好东西 我试了他这么多个小时 每次都不答应他 他竟然每次都回来 不断求 我有时候又闪下他 他又说 好吧 我跟你去 不过我又不跟你去 搞来搞去 压不到摩西 摩西好东西 摩西好东西 马上我再告诉我们 去到这个时候 你开始看到摩西 在叉及记里面 生命那种转变 他又在叉及记第三章 他经常在想藉口 要逃避他使命的那个使者 你记不记得 我口才不行 不行的 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你问我名字 我又不懂 他想了很多办法 他不想承受这个使命 这个是猜疼的三章 你去到现在这个时候 他成为了一个 坚守己任的忠保 和上帝 在那儿土靠还价 在彻彻的祈求 最后上帝说 好了好了 给你了 去到这个位置 我想大家要停一停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怎么去读这个故事 我想到有两个角度 我们可以读这个故事 一个角度 好像是应该是最逻辑性去读 但未必是真正应该读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 最逻辑性的 就像片面那样 叫人神斗 在整个故事里面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上帝很不愿意 上帝很不想 但不想得来 他又不将他们灭绝 是吧 经常在那儿 延长那个战争 而魔石就说 拜托你了 拜托你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原谅我们 跟我们去 不要杀他们 但又不要只是我们去 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 好像是人神斗 这是其中一个角度 但我相信这个角度 不是一个正确的角度 另一个角度 要去读的是什么呢 叫做好中宝 你拍电影的时候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人神斗 另一个叫好中宝 在这个好中宝的电影里面 谁做主角 是魔石 上帝都是做惯主角的人 但竟然在这一部戏里面 如果你在拍 《七处记》 第32章到34章的时候 竟然是魔石 做那个主角 而相当 担当了一个配角的角色 在那个配角角色里面 上帝好像 常常在挑剔他 常常不愿意给他 然而 就是通过这个配角 去突显了 魔石作为人神中的 中宝的荣耀 The Gloria Moses 魔石是一个 何等荣耀的一个 中宝 最后他竟然 赢取了上帝的赞海 上帝说 Good job 给你了 但是你知道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影子 指向将来的 耶稣 但我想回来看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故事还没完 还没完 这个故事 还有一件事 现在我们进入的 故事的高潮 摩西 还有一个要求 上帝都说 好了 你所说这事 我会去做 摩西 还有一个要求 摩西的要求是什么 Show me your glory 求你显出 你的荣耀吸我汗 我喜欢英文 英文很直接 Show me your glory Show me your glory 听起来像什么 Show me your mummy 有没有听过 就是你 摸下巴轻轻 喂 落个病金给我看 是不是 上帝都说 好 我给下去 摩西 不行 我想再多一个要求 Show me your money 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要求 我们有时读这句话 Show me your glory 好像他很想和上帝更加亲密 是吧 灵修神学里面经常就是这样 但不是在说这件事 摩西要有些事拿手 认到上帝说的那句话 有些重量 于是摩西说 Show me your glory 这个荣耀 等于上帝在他的恩典盟俱上面 等个人 你可不可以等个人给我看 等个人给我看 我有些事拿手 我就 收口 于是 耶和华 开始预备 那个印章 33章第19节 耶和华说 我要显示我一切的尾线 在你面前经过 在你面前宣告 耶和华的名 上帝的印章是他的名字 上帝是 尾线 他不是一个 难得 勉强的尾线 你明白吗 你读前面的故事的时候 你很容易有个 上帝其实不是很尾线 有时很moody 看看他心情怎么样 但是他整个故事 告诉我们 他其实不是一个 勉勉强强的尾线 他是极其乐意的尾线 他是尾线的 化身 上帝说 我要在你面前宣告 我自己的名字 我要将我自己 提示给你 听你看 我是怎么样的东西 然而 只是你不能看见 因为没有人看见 我还可以存活 于是上帝有个计划 大家也很熟悉这段 靠近我者里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站在这盘石之上 我的荣耀 你要看荣耀 我给你荣耀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你在石上里躲藏 我必将你放在盘石的逢女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脊 他看不到我的脸 看到我小小的背影 去到第34章 我们今天要读的那段经文 上帝将他之前应许给摩西的 变成真实 于是摩西在那个甲虹里面 看见上帝的背影 听到上帝的名号 耶和话 耶和话 有怜悯 有恩慈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和信实 为千代的人 存留住 慈爱 舍免罪业 万不已有罪的 为无罪 别程艳人的罪 直到三四代 你记不记得那三条问题 我现在要回答那三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 为什么上帝要两次重复自己的名字 耶和话 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上帝 在这里重新猜献摩西 这是摩西的第二次的猜献 摩西有两个猜献 第一次的猜献是哪里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你记不记得 在那个燃烧的经济里面 接着他问上帝 你的名字叫什么 上帝说 I am who I am 其实I am who I am 就是耶和话 耶和话 你明白吗 接着说 我的名字就是I am 我的名字是耶和话 上帝说 我的名字是I am who I am 你听清楚一些耶和话 耶和话 上帝第一次呼叫他的时候 叫了两声 耶和话 耶和话 现在上次再次呼叫他 这个呼叫 带他回去第一次的呼叫 告诉他 我现在再次猜派你 我猜派你去完成 因为金牛族事件 而停顿的工作 Let's finish the job Let's finish the job 这个是上帝送他重新上路 耶和话 耶和话 也都代表了上帝 双重的承诺 好像上帝要签名 答应你签contract 上帝签两次 行不行 你怕我啊 你怕我一会儿 不对应 不要紧 我签两次名 我一定守约 我是立约 守约的上帝 我要将工作完成 OK 第一条问题 跳到第三条问题 第三条问题是 为什么要加插这个 惩罚人的罪 去到第三第四代 原来的原因是 跟他所犯的罪业的本质有关系 为什么 去到第三第四代 这个说话 在哪里出现过 在第二阶里出现过 第二阶是什么 不可 为自己雕刻偶像 以色人衰是什么 原来以色人衰不是第一阶 技术上来说 不是第一阶 因为第一阶 除我以不可有其他神 他们做了偶像出来 他叫偶像叫什么名 耶和话 只好叫了耶和话 但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第二阶 因为他将耶和话 形象化 变成了一个偶像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恨我的 我必 惩罚到 第三第四代 看到吗 所以 第三十四章第七节 我要惩罚到第三代 是 说回去他之前 为什么他们犯了 是什么罪 他做了一个偶像 所以 说回那样 小学长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说到第二 就是说 雕刻偶像 这样东西 说到第三 第四代 是说什么 整个家族 当一个人 去雕刻偶像 当一个人很贪钱 的时候 谁会受影响 整个家族受影响 跟你吃饭 你个儿子 你的孙子 当然 人家的好命 就是早生子 你的曾孙子 四代同堂 全部被你的偶像 所用 所一起去融化了 于是 他们的罪 也都是 在当时 一起被 审判 好 两条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是 因为说回他的差遣故事 第二 为什么是 去到三四代 因为说他们 最的 性质 最后 那个问题 什么是 也和话的 慈爱 信实 什么是 也和话的 慈爱信实 也和话 有怜悯 有恩慈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 丰盛的慈爱 和信实 在金牛族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在哪里 看到上帝的慈爱 与信实 你见不见当时 刚才我们有看过 讲过有两个角度 去读这个故事 一是就是人神斗 另外一个是 好中宝 是吧 我们说 我们应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说好中宝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 为什么可以扭转乾坤 是因为有一个好中宝 这个中宝成就了 一个大逆转 令到 出海及其 可以继续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要小心一件事 很多时候 大家可以拍了手掌 说 对了 幸好有摩西 幸好有摩西 就是摩西 自告奋勇 完成大业 在没有弯转的时候 谁站出来 是摩西 如果你敢想 你全错了 因为摩西不可以 自告奋勇 完成大任 他不可以做一个 volunteer 没有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 来我来 我做个神人 我做上帝与人之间的 中宝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 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个中宝的出现 是因为上帝的呼召 在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不单是呼召他 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一早就呼召了 摩西做他神人间的中宝 摩西要成为 善致 摩西要成为 君王 摩西要成为 祭士 上帝的词外 信实在哪里 上帝的词外信实 就是为以色列人 预备做一个 适合的中宝 以至出埃及记的故事 可以去延续 上帝一早就预备好了 整个故事 一早就预备好 摩西的工作 不是只是带他们 打几场交 出埃及 摩西要做的工作 是成为中宝 上帝拣选摩西 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 中宝 适合的中宝 就是他的词外信实 当然你知道 去到这里 你知道 所有的东西 很中宝 全部都是一个影子 指向最终的真体 是耶稣基督 所有的故事 流向主耶稣基督 是所有的应许 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 他的荣耀 世人都索造了 他自己独有的金牛像 腐伏在这个金牛像中 叫他做真神 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 有救援 有拯救 我们需要一个 为我们度身 订造的中宝 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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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却接受了 接受了耶稣的替死 他的宿罪制 为我们成就 耶稣是哪个 耶稣是哪个 耶稣是怎样 耶稣有怜悯 有恩慈的上帝 耶稣是有怜悯 有恩慈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与信神 终于带我们去到 新药圣经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到成了 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 有慈爱 有信神 我知道你的翻译 不是这样 你的翻译是有恩典 有真理 我有信心地说 你应该 如果你有本圣经 你可以插上去 将它填上 慈爱与信神 慈爱是上帝 在约中的大爱 信神是上帝 在约中的 认识 他所定立的认识 他必定会守药 他会成全 到成了 肉身住在我们 庄中充充满满的 有慈爱 有信神 我们也看见 他的荣光正是 赴独生子的 荣光 摩西死了 一千四百年 耶稣来到 到成了肉身 这一节里面的元素 慈爱 信实 荣光 全部都在 金牛族故事里面 出现过 若翰在想什么 当他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若翰在想中保的故事 旧约圣经 摩西做中保的故事 跟着若翰会和我们说 一个更伟大 更荣耀 更完美的中保 来了 Here he comes 上帝的 慈爱上帝的信实 他的荣光 在哪里 在哪个人的身上展现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展现 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 慈爱和信实 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只有父怀女 独一的儿子 将他显明出来 将他的荣耀显明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律法是通过摩西颁布的 慈爱信实 它是由耶稣来的 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 说是就是了 律法里面很硬帮帮的 没有慈爱没有信 你瘋了吗 我们刚刚读完律法书 我们刚刚读完猜及记 猜及记里面充满着什么 慈爱与信实 上帝自己呼含自己的命 他是什么 他是慈爱信实 不是说律法书里面 没有慈爱信实 耶稣来了才有慈爱信实 他的意思是这样 藏着慈爱信实 影子的律法 究竟是一个影子 藏着慈爱信实 影子的律法 是借着摩西所颁布的 终极永恒 至真至美的慈爱信实 是由耶稣基督来到的 一个是黑白的电视机 梦茶茶雪花 另一个HD Vibrant Color 慈爱信实的影子 在摩西的时代里面 已经彰显了 但我们今天在看的 是智荣耀 终极 永恒 至真 至美的慈爱信实 耶稣来了 我们在看的 是HDTV 我们再问 在耶稣生命的 哪一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慈爱信实 你不要跟我讲神迹 麻烦你 你只一定坐 在耶稣生命的 哪一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 上帝 慈爱信实 临利进至的彰显 另一个问法 同一个问题 在耶稣生命的 哪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 荣耀 临利进至 的彰显 上帝 荣耀 临利进至 的彰显 在耶稣的 哪一部分 不要跟我讲神迹 不要跟我讲神迹 你记得摩西说 Show me your glory 我就是要你 的荣耀 Where is the glory 答案是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有本来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 这一切的话 就举目望天 耶稣上十字架 之前的最后祷告 说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 你自己的儿子 使你儿子 有人要你 说什么 很久没有做神迹 耶稣 不如整单 结塔塔 再整我 你现在来到耶路撒冷 不如整个 大的神迹 喝一喝它 神经 荣耀你的儿子 事后到了 让你的儿子 荣耀 你 耶稣一出世 耶稣一开始 他三年的事工 不断地看标 不断地看标 在荣福音 头一半里面 耶稣三次重复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刻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接着去到第十二章 下半部的开始 耶稣不断说 我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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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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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到了 第六次的时候到了 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 十字架的时候到了 最黑暗的时候 最荣耀的时候 荣耀的时候 到了 你记得摩西要荣耀 为什么 摩西要上帝的荣耀 在他的恩恶 恩典盟药上面 盖个人 show me your money 盖个人 在十字架里面 上帝在他的恩典盟药上面 用基督十字架的荣耀 帮我们 添了个人 永无后悔 成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结束的时候 我想带你去看 保罗的一节圣经 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 我要给你一个 新的演绎方法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刚才我们也唱过上帝的爱 原文是在用阿加皮 上帝属天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但我相信 如果我们将 慈爱的信实读进去 一点都不错 唯有基督为我们罪人 当罪人 死的时候 上帝的 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荣耀 我们在哪里可以见到上帝的荣耀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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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摩西感恩 看到他生命的转化 成为了一个合用的宗保 但我们更加为基督感恩 因为摩西的一生 只向将来 耶稣为我们所做更完美的宗保 多谢你 你可以让出埃及 完成最终的事命 但更加多谢你 你让基督为我们完成最终的救赎 他可以帮助我们 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重新去看这段圣经 也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重新再明白基督徒的人生 让我们苦福在十字架底下 让我们再不追求地上的荣耀 我们自己脑里面所想的慈爱信神 而是将会要归给十字架上的基督 跟随他脱掉我们心里 周围所有的金额族 多谢你 我们这样期待的奉主耶稣 基督明求 阿们